这个小伙太惨了,心上人对破与别人结婚,小伙龙剑飞一怒之下,上门挑战,却不料,自己武功不精,被情敌一脚踢下悬崖,真是屈辱到了极点,幸运的是,男主坠崖,必定会有贵人相助,果然,一只长着翅膀的怪兽接住了他,却并没有伤害他,反而把他带到了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头面前。 他衣衫蓝绿,似乎在牙下已经住了几十年,但这老头也是奇怪得很,还没问清对方身份,就要收龙剑飞为徒,一头雾水的龙剑飞哪里愿意,这么草率就拜师,老头心想年轻人,不知道我的厉害,那就小小展示一把吧,只见他稍一运气,一长下去碎石飞溅,龙剑飞被这雄厚魅力震撼到了,喜出望外,马上拜师,原来这个奇怪的老头, 就是人称火云邪神的古汉魂,这如来神掌是他师父所创,曾经横扫江湖,几十年前,江湖上各大门派为夺此神功,都来抢夺武功秘籍,师父虽然武功盖世,但耐不住于整个武林为敌,最终被活活被逼死,临死之前,将秘籍交到火云邪神手中,从此,各大门派都在追杀火云邪神,直到多年之前,火云邪神在与四大高手中, 被天残角暗算坠下山崖,而眼睛也被暗器所伤,从此失明,因为失明,如来神掌石成功力,也只能交给龙剑飞一成,这时,龙剑飞想起,自己听说过,金龙之子有着强大的力量,能够治愈一切伤,甚至可以让人起死回生,那这好师父的眼睛,岂不是小菜一碟? 想到这里,龙剑飞便告别了火云邪神,借来怪兽,就来到紫云岛寻金龙之子,可是这样厉害的宝贝谁不想得到,他到岛上时才发现,各大门派早已等着抢夺宝贝了,此时的龙剑飞学了几招如来神掌,以金飞惜比,龙剑飞不仅拿到了金龙之子和金龙夺,竟然连脸上的伤疤都治好了, 他抱着金龙之子,心高采烈地回家找师父,不料路上突然又跳出来一个,风风颠颠的奇怪老头,没说上几句,双方就打了起来,在交手过程中,老头看出了龙剑飞使用的是如来神掌,本来风风颠颠的,他也不疯了,这位老头叫东岛长黎,跟火云邪神好兄弟,得知火云邪神还活着,他激动地热泪鱼眶,一边大笑一边喊着火云邪神归来了, 回到洞中,龙剑飞用金龙之子,治好了火云邪神的眼睛,火云邪神恢复了神功,也将如来神掌,剩余九十青囊相授,龙剑飞一跃成为江湖一流高手,学完神功龙剑飞自信地要离开,去闯荡江湖了,这时火云邪神交代给徒弟一件事,他让龙剑飞帮他找一个人,这个人名叫柳飘飘,当年火云邪神坠崖之后,昏倒在地, 是柳飘飘救了他,并一直照顾他,两人日久生情,可是后来他得知他的真实身份,便狠心将柳飘飘赶走,原来柳飘飘便是决斗之日的四大高手之一, 可柳飘飘走后,火云邪神明思苦想,才悟出自己犯了大错,满心愧疚,于是龙剑飞带着一声武艺,和师父的委托走出崖底,刚出来没多久,就遇见两个女孩子被几个人欺负,龙剑飞陆剑不凭拔刀相助,两姐妹被救之后要感谢一番,他们带龙剑飞来到师父面前,龙剑飞这才知道,他们的师父便是大名鼎鼎的 吴定飞还孙碧领,却不料孙碧领得知龙剑飞是火云邪神的徒弟之后,直接将龙剑飞绑了起来,这是和火云邪神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?原来孙碧领和柳飘飘是好姐妹,他一直觉得是火云邪神这个渣男,抛弃了柳飘飘,所以一直怀恨在心,幸亏东岛长离再次及时出现,帮龙剑飞脱身,随后龙剑飞来到破别已久,他的师门烟霞山庄, 准备炫耀一下如今的一身神弓,却发现这里早已被灭能,满地尸体堆积成山,而就在此时,孙碧领带着众人赶来,直接用吴定飞黄困住了龙剑飞,龙剑飞自知不是对方对手,准备放弃,可就在这时,火云邪神骑着怪兽从天而降,一朝万佛朝宗,直接让整个阉霞山庄山崩地裂,其实在悬崖底下修炼多年的火云邪神,早有和解之意。 而孙碧领如今得知,自己被天残角所利用,误会了火云邪神,也心怀愧疚,最终两人化干戈为玉帛,当晚孙碧领在门太里大摆宴席,为火云邪神接风洗尘,可就在大家放松警惕之时,一枚暗器突然射出,孙碧领躲闪不及,穿心而死。 仔细一看,这暗器,竟是天香门的严肃,天香门乃一江湖神秘门派,与自己无冤无仇,龙剑飞立刻赶去天香门质问,谁知,天香门的掌门人一线深,龙剑飞才发现,他就是柳飘飘,原来柳飘飘当年被火云邪神赶出来后,发现自己怀了孩子,独自一人生下了一个女人,本想带孩子 与火云邪神团聚,谁知孩子刚出生没多久,就被潜伏在暗中的天蚕角带走,柳飘飘为救孩子,将银缩射向天蚕角,不料天蚕角武功高强,不解毫发无伤,还收走了那只银缩,很明显,天蚕角才是凶手,得知天蚕角抓走了自己的女儿,如今新仇家旧恨,火云邪神迫不及待带众人来到万剑门,很快就清理了不堪一击的小弟子们, 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天蚕角也终于现身,两人扭打在了一起,火云邪神在崖底修炼那么多年,功力大增,可是天蚕角竟然用他女儿做挡箭台,火云邪神被抓住了把柄,又一次惨遭暗算,天蚕角找到了机会,他发动天蚕神功,直接腾空而起,使出了几十年未用的绝技,原来他虽名为蚕角,但其中隐藏有神功,可集中全身内力, 随后,那只脚变得硕大无比,静止向地面踩去,地面上的众人都发动全身的功力拼命抵抗,可是在天蚕神功面前,这些小招数根本不是对手,火云邪神身受重伤,根本帮不上忙,眼看众人要被踩死,火云邪神突然想起,龙剑飞有一个神钉金龙夺,他让女儿拔出金龙夺, 直接刺向天蚕角的脚底,果然天蚕角功力,尽失落荒而逃,故事到此结束